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天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妹妹说这个有影响我的成绩 其实就是寄不入人 我通常会把我的所有的装备装到公包里 但是在拿的时候 我经常是从顶部直接抽出来 所以导致那天我的箭台现在是正常的状态 这个样子 但是那一天的话 它完全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然后它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回收回弹 简单说就是它根本没有在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箭台的调教 先说一个题外话 虽然我是个新人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太多的朋友 其实他并不了解每个部件 它的正确的使用安装调试 但是他们往往追求价格 就是我买这样东西 一定要买最好的最贵的 然后最好的等于最贵的 最贵的等于最好的 用的东西其实可能它没有那么的好 但在你正确的使用 经常养护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特别是在我们水平并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用花费那么多的金钱去买所谓最高端的那些装备 比方说你给我一辆N186 我也不知道怎么甩尾 就是这个意思 那说正题 大家可以看到 箭台 其实它是需要在键出去的瞬间承受整支键的重量 然后在键离开了箭台之后 回弹 回到它最初始的样子 这是它整个工作的过程 但就像大家看到的 我这个箭台有一些问题 它并不怎么的回弹 看 当然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夸张的 为了拍这次视频呢 我又把它调回了之前那个不太理想的状态 而且好像调的有点过 就是它每次都会卡住 刚开始买来那段时间 它应该是20次当中会有一次失常 也就是5% 应该没算错吧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箭台 这个箭台呢 完全没有logo 没有厂商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其实是一只参照国外 一个比较著名的品牌 仿制的 所以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差 就是做工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它的螺丝螺母 它的配件 它的直度硬度 都会有一点点的偏差 这一点点的偏差 在使用的时候 它在以轴心转的时候 这个手势有点奇怪 它在以轴心转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的在原心 就会导致它有一些偏移 这样的种种公差 导致它的工作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箭台的几个部分 跟随我的牙签 这是它拖住箭的部分 也就是一根铁丝或者说钢丝 然后上面白色的呢 是为了减少箭杆与箭台的摩擦 我往上套了一根特弗龙管 但这种奇怪的操作就是美美教我的 我觉得的确是有区别 大家可以试一下 特弗龙管也很便宜 在网上都可以买到 接下来就是它的轴转动部分 以钢丝为轴形 一个圆形的连接部分 这边呢是用这颗螺丝 来顶住这整根钢丝进行固定 然后同时它也是它回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里面有一颗墙磁 这个螺丝是铁的 对于它的磁力吸住它 所以在它离开的时候 由吸力把它再吸回来 保持它的回弹 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这边还有一颗定位螺丝 定位螺丝就是它通过上下的拧紧拧松 来调节这颗螺丝 距离磁铁的距离 通过内六角扳头 它们会有不同的尺寸 可以调整它的松紧度 这边和这边两个螺丝 顶住这根钢丝 如果把它拧松的话 钢丝上下是可以调整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可以调整它的上下 如果它离得太近的话 也就会影响到你的回弹 这部分就是需要一个钳子 定位点给拧松 可以用另外一个六角扳头 来调整它的上下 不知道视频里能不能看得清 我们的铁螺丝就会离磁铁非常近 如果螺丝拧得比较向下 离得比较远 这样回弹的力就没有那么大 经过几步的调整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嗯 后率应该已经 非常非常低了 看来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如果你也喜欢公共运动 那欢迎点赞 投币 收藏 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发现 射箭的乐趣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